欢迎世界看中国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欧洲卫视环宇天下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虽然周一下午四点 法国政府在爱丽社工召开卫生防疫委员会 但根据法国之声的消息 现阶段不存在在除夕夜实行宵禁 或延长学校假期的问题 据法国之声12月26号的报道 面对新冠肺炎的新变种奥密克戎 虽然每天10万个新病例的标准 已经于12月24号被突破 但政府打算在12月27号 星期一下午四点 通过视频会议召开的 卫生防疫委员会会议上 表现出克制的态度 根据媒体获得的信息 不存在在12月31号除夕夜 实行宵禁的问题 也不存在延长学校假期的问题 一位部长说 我们将采取更宽松 但更可持续的措施 在户外佩戴口罩的规定 将再次被提上一事日程 特别是在大城市的中心 和人群发生聚集的情况下 一位政府成员承认 针对奥密克戎所采取的措施 与新冠病毒另外几波疫情相比 可能没有明显的差别 但今天我们有了疫苗 行政部门正计划取消 对奥密克戎变体感染病例 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期 只要他们有完整的疫苗接种证明 在法国日报周日 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到 有50名卫生工作者 呼吁推迟开学 到目前为止 开学时间 依然是定在1月3号星期一 这些医护工作者 对病毒在学校的传播感到担忧 并担心在未来几周 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儿童住院潮 但推迟开学的想法 远未得到一致支持 特别是学生的父母 他们将不得不再次同时 兼顾他们的工作和孩子们的学业 对于一些教师来说 考虑到即将到来的考试 推迟开学时间是不可取的 全国中学和大学联合会主席 让雷米吉拉德说 如果我们关闭学校 又重新开放 再关闭 再重新开放 我们将有一个非常混乱的学年 我们需要迅速做出决定 因为考试的日期马上就要到了 高中毕业会考 在三月中旬进行专业测试 然而教师和医生 都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 他们要求政府在教室里 安装空气净化器 并制定新的健康协议 美国东部大都市的儿科入院人数 已经翻了两番 其中一半是五岁以下的儿童 纽约的儿科住院人数激增 在圣诞节过后 美国正面临着一个 极其强大的流行病浪潮 在过去七天里 每天有近19万个新病例 因此入院人数也在上升 在纽约州 由于儿科入院人数引起了关注 健康状况变得更加复杂 仅在纽约市 在12月5号和12月19号的一周内 入院人数翻了两番 纽约州卫生部表示 他们正在密切关注这一趋势 纽约州进一步解释说 在同一时期 只有四分之一的12至17岁病人 完全接种了疫苗 在两个案例中 有一个案例的相关患者年龄 在5岁以下 这是一个尚未被疫苗 接种覆盖的群体 迄今为止 在美国只有5岁以上的人 可以获得疫苗接种 12月14号 纽约州敦促父母 尽快为其子女接种疫苗 据卫生当局称 截至当天 只有16%的5至11岁儿童 通过接种疫苗 获得了充分的免疫 节目最后 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5号 意大利托佩亚 当地民众在圣诞节期间 接种新冠疫苗 医务工作者手拿一个水晶瓶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4号 美国纽约 人们聚集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 领取新冠检测盒 据路透社26号报道 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已经在美国广泛传播 截至目前 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 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已经接近四分之三 其中在美国东海岸部分地区 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占比甚至高达90%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5号 英国伦敦 圣诞节当天 伦敦街头行人稀少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号 南非开普敦桌山亮起紫色灯光 悼念南非前大主教反种族隔离著名人士 德斯蒙德图图 南非前大主教反种族隔离著名人士 德斯蒙德图图26号 在南非开普敦去世 南非总统府官网发表声明 对图图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号 据韩国媒体报道 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总统候选人 尹熙悦的妻子 门创企业口汪纳代表金剑熙 召开记者会就其虚报履历事件 向国民致歉 金剑熙说 我曾为充实自己的履历造假 在兼顾工作和学业的过程中犯下错误 这实属不该 如今回想起来感到十分羞愧 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在这里向全体国民诚心谢罪 请求国民原谅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号 印度金奈 当地民众举行2004印度洋大海校 17周年纪念 于船上绑黑旗纪念遇难者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号 土耳其木石 当地积雪最深可达4米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号 韩国经济道 当地一家沙发厂发生火灾 浓烟滚滚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号 印度中爪哇 莫拉皮火山喷发 民众窗边观看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4号 菲律宾苏里高 当地遭遇台风雷一袭击后 一片狼藉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5号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通报称 台风雷一已经导致该国356万人受灾 共有37万座房屋在台风中被损毁 减灾委报告显示 台风雷一至少导致该国367人死亡 62人失踪另有732人受伤 目前仍有119个城镇的电力供应没有恢复 257个城镇的网络也处于中断状态 4个城镇供水困难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